视频开始之前,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本期话题,巴以再次开火,美国继续力挺以色列 但此番支持却尝到苦头 驻去美军基地被火箭弹轰炸 红海军舰也被无人机袭击 甚至现役军人都在密谋推翻拜登政府 加沙地区战火载然,地区局势也越发复杂 美以位于红海的军舰及商船也惨遭袭击 12月3日,美国军方表示 行驶在红海海域的三艘货船遭到袭击 卡尼号驱逐舰接到求救信号,紧急赶往支援 其中一艘商船被导弹击中,受损严重 其他来袭无人机被军舰击落 美中央司令部表示 袭击中的无人机与导弹均由胡塞武装发射 这样的行为威胁了国际商业与海上安全 也危及了其他国家船员的生命 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 由于以色列无视禁止在相关海域航行的警告 因此才会遭到打击 并且以后将继续阻止乙方船只 在红海及阿拉伯海航行,直到停止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如果以色列再次违反进行声明 胡塞武装将会视其为合法打击目标 对此,以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确称 此次事件中遇袭船只跟以色列毫无关系 红海是重要海上贸易通道 胡塞武装在此区域针对以色列船只公然展开袭击 将带来许多深层影响 首先,胡塞武装发布禁止以色列船只航行的声明 并予以实际打击行动将起到关键震慑作用 此前,为支持哈马斯 胡塞武装对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袭击 由于美国防空系统的支持 打击计划收效甚微 并没能改变哈马斯的困境 也没能使乙军停下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而袭击船只将切断乙军海上补给舰 对地面行动可能形成牵制作用 并且商船航道被破坏 以色列的海上贸易也将受到影响 国家经济发展也会遭到破坏 这会成为胡塞武装打击以色列 有效且低成本的战术手段 其次,胡塞武装的行为可能会迎来梅蚁的报复 乙军可能会加大在加沙行动力度 或者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域进行反击 注定美军也可能参与其中 一旦梅蚁展开报复行动 地区局势可能会更加恶化 战场也有外溢的风险 巴以矛盾将更加难以解决 周边国家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 最后,红海航行商船涉及多个国家 如果战场转移到这里,将会威胁海市安全 同时,国际贸易活动也将受到影响 这将导致其他国家卷入其中 战争规模有可能被扩大 胡塞武装将会受到国际舆论指责 也会遭到别国的反对干预 中东局势也会更加复杂 矛盾再次激化 地区稳定和世界安全都可能被波及 中东美军屡屡遭袭 美国也出乱子 据五角大楼年度报告显示 有78名现役军人密谋推翻美国政府 并指出过去一年内 有44名军人涉嫌支持或参与恐怖主义 美军各兵种受到183项极端主义指控 包括团队犯罪、宣传歧视、鼓吹暴力活动等 其中陆军有130人被指控 空军相关案件29起、海军10起 但30%经过调查后都发现证据不足 结合美国现状来看 就不难看出极端主义出现的原因 其一,近年来 美国政治氛围紧张、政治言论激进 可能导致军人对政府和制度不满 因此使极端主义快速滋生 关于巴以冲突 许多国家都在呼吁停火 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而美国不仅否决相关决议草案 甚至其众议院院长公开表示 坚决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 而且白宫战略沟通协调员也表示 停火只会对哈马斯有利 现在不是时候 美国政府弃人道主义而不顾的政治立场 可能就是导致极端主义频发的原因 其二 美军内部训练与管理可能存在问题 高强的压力可能导致士兵产生心理问题 从而萌生极端主义思想 此前就有报道称 美军军营条件恶劣 营防设施存在安全风险 消防系统无法运行 国防部管理也问题频发 共和党议员马乔利·格林就公开表示 士兵生活条件恶劣 但政府不断为乌克兰提供资金 这十分令人愤怒 可见不完善的军队管理制度 可能也是导致极端主义产生的原因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美军不光出现极端主义 红海军舰遇袭 驻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也遭到轰炸 12月3日 美军物资运输飞机 刚刚在叙利亚哈拉伯阿勒吉尔机场降落 就遭到7枚火箭弹袭击 目前没有人表示对此次事件负责 虽然美军基地遭受打击 但引发更大规模冲突的可能很小 一方面 自从巴以局势不断升级 美军就将航母派往中东地区 甚至增加基地驻军数量 这些军事行动主要用于威慑 并没有亲自下场参与战斗 并且此前美军基地多次预袭 军舰也遭到无人机打击 但美国的处理方式相当克制 甚至十分低调 并没有进行大规模还击和报复行动 这就能看出美方不想让冲突规模扩大 另一方面 美国想扩大冲突规模 心有余而力不足 俄乌冲突爆发 原乌行动持续近两年时间 但乌军未能反攻成功 导致美国耗费大量精力 现在巴以冲突不断升级 支持以色列又分散了美国军事援助资源 甚至对其中东战略部署也产生影响 两处战场的军事行动都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反而对自身造成极大压力 同时美国政党内部矛盾凸显 经济发展受阻 政府压力过大 这些因素都会使其控制冲突规模 避免爆发更大矛盾 黎楼张巨云 天作孽有可为自作孽不可活 一直以来美国大搞霸权主义 在其他国家驻军制造摩擦 甚至发动战争 不停破坏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俄冲突与巴以战争都离不开美国的挑唆 更是其买卖军火大发战争财的手段 这样的行为导致多少人流离失所 多少士兵平民为此丧生 所以美军现在遭受袭击 也是必然会发生的 因为美国早已失去其作为大国的担当与责任 不停破坏地区稳定